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最近 中国股市的复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这股热潮究竟是持久的牛市开始 还是瞬息万变的泡沫 随着北京推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转变 资本市场的总市值骤增1.8万亿美元 市场情绪瞬间被点燃 吸引了大量散户投资者的重返 这一切似乎都是在预示着经济的回暖 但背后却潜藏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我们看到 央行的宽松政策不仅降低了贷款利率 还注入了巨额流动性 旨在刺激消费和支持房地产市场 然而 分析师们警告 这些措施可能只是短期的缓解 能否持续还需看政府能否解决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包括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和经济基本面的脆弱 市场的乐观情绪虽然强烈 但也有投资者忧心历史会重演 担心一旦市场回调 会引发恐慌性抛售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强烈的情绪波动往往伴随着市场的剧烈变化 而未来几个月将是关键时刻 决定这一回暖是否会转变为稳定的增长 所以 这一切究竟是中国经济的转机 还是昙花一现的繁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房地产 我是您的主持人 本期我们将探讨中国股市最近经历的历史性复苏 并分析这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上升趋势 还是仅仅是由情绪和流动性驱动的暂时性激增 我们的讨论主要基于Diplomat的文章 中国市场的狂热 这股热潮会持续还是迅速消退 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国股市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复苏 这些政策包括货币宽松 监管调整和财政刺激 最终使主要股市的总市值恢复了约1.8万亿美元 这些市场从房地产行业的低迷 消费者信心的减弱 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等结构性挑战中突然逆转 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故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24年9月的最后几天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PBOC进行了大规模干预 随后召开了一次出人意料的政治局会议 这些举措标志着北京在经济管理策略上的重要转变 显示出对市场稳定和重新点燃经济增长的决心 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预措施 包括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RRR和现有贷款的抵押贷款利率 同时推出了新流动性机制以支持资本市场 这些政策预计将向银行系统注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 约1410亿美元 并减轻约5000万家庭的财务负担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央银行还设立了5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池 促进机构投资者的股票购买 随后的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市场情绪的转变 习近平主席呼吁全面经济复苏 支持私营企业 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 并恢复消费者信心 这显示了中国领导层从谨慎转向更积极的经济干预立场 市场反应是迅速且剧烈的 恒生指数9月30日飙升2.4% 当月涨幅达到17% 创下自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佳表现 上海综合指数和CSI300指数 也分别上涨了8.1%和8.5% 进入牛市区间 短期内涨幅超过20% 资本市场的反弹 不仅体现在股价上涨上 还伴随着交易量的惊人增长 上海和深圳的总成交额 达到创纪录的2.6万亿元人民币 3706亿美元 凸显了资本涌入市场的浪潮 主要金融机构如瑞银和野村 已经上调了对中国主要指数的年终预测 面对这样的市场热潮 我们不禁要问 这是否是可持续的牛市 还是仅仅是由情绪和流动性驱动的暂时现象 分析人士指出 一些结构性因素表明这一反弹 可能在短期内持续 首先是强有力的政策催化剂 北京致力于通过财政和货币措施 实现经济稳定 支持基建 建筑机械和钢铁等行业 此外 中国的产业战略专注于推动技术创新 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这些行业可能在国家经济轨迹中 发挥核心作用 资本流入的模式 也为乐观情绪增加了一层信心 机构投资者 特别是追踪主要中国指数的交易所 交易基金 ETF 正在为更长期的市场反弹做好准备 外部因素 也为中国股票 创造了有利环境 美联储向货币宽松的转变 通常促使资本流入新兴市场 中国也不例外 然而尽管有乐观理由 美国Diplomat文章也指出 中国股市的长期走向仍将取决于政府 能否解决几个根深蒂固的经济挑战 政策的连贯性是首要问题 尽管最近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短期提振 但要维持反弹 仍需持续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 房地产业仍然是重大风险 一些城市房价下跌 开发商负债累累 进一步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 宏观经济基本面仍然脆弱 制造业活动持续下降 9月份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显示出连续第五个月的收缩 凸显了中国复苏的不均衡性 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复苏 目前的反弹可能会消退 地缘政治风险也不容忽视 中美战略竞争依然激烈 任何进一步的贸易紧张或制裁 都可能削弱市场情绪 南华早报另一篇文章 中国最新的刺激措施仍然不够 也指出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但这些措施未能解决中国经济中 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 文章认为 中国必须摆脱无效的投资 将内需转变为主要增长引擎 文章还强调了 家庭在经济中消费的关键作用 指出必须将更多的国民收入 转移到家庭部门 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最后 我们再来看南华早报 关于散户投资者重返股市的报道 随着市场回暖 散户投资者潮水般涌回市场 急于购买风险较高的资产 生怕错过这场狂牛式的反弹 这种情绪导致上海和深圳股市的日均成交额激增 市场主要指标也出现大幅上涨 然而 正如历史所示 情绪的剧烈波动 往往预示着市场的风险 2015年 中国市场从繁荣迅速转向崩溃 因为在中国证券监管机构打击场外杠杆交易后 散户的购买迅速消失 总结来看 中国股市的近期反弹 可能是一系列政策推动的结果 但要维持这一势头 需要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将取决于能否解决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 如债务问题 内需不足和政策的连贯性 未来几个月 将揭示这些政策转变 是否能够带来持久的经济转机 亦获当前的激增只是昙花一现 感谢收看本期华尔街房地产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楚天书今天要来为各位阐述 中国股市这一波牛市的可持续性 首先 这次股市反弹具有坚实的政策支撑 中国人民银行的RRR下调和税收优惠等措施 不仅释放了巨量的流动性 还缓解了家庭与企业的财务压力 这些措施在推动市场的同时 也加强了消费者的信心 这次反弹 绝非昙花一现 而是长期复苏的开始 楚天书 我可不同意你的看法 这次反弹更像是打鸡血一样的短期效应 你知道吗 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巨额债务问题 想想1980年代末的日本吧 当时的股市也经历了类似的狂热 最终却因为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而崩盘 所以这次的反弹可能只是场昙花一现的假象 谢琪琪你这样说就有点偏激了 中国这次的政策转变可是大刀阔斧 不仅是短期刺激 还包括了结构性改革 你看习近平主席都亲自上阵 强调支持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解决财政困境 再加上对技术创新和可再生能源的推动 这些都是为了长期的经济增长铺路 这样的政策基础怎么能说是不稳定的呢 楚天书你这是看花了眼吧 PBOC当然是用了不少招数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刺激措施只能治标不治本 我看这次反弹更像是放水养鱼 结果呢股市市涨了 可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制造业活动持续下降 PMI数据也是一再收缩 再说了 中美贸易战这颗不定时炸弹还在那里呢 随时可能爆炸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敢说是长期复苏呢 谢琪琪 我承认你提到的问题确实存在 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该对未来失去信心 PBOC的措施确实是为了短期提振市场 但不能忽视的是 他们也为长期改革创造了条件 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在改善 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经济转型都是从这样的政策见效开始的 你看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 也是靠一系列的刺激政策才走出困境的 楚天书话虽如此但我不得不说你这种乐观的态度有点过头了 中国股市的投资者主要是散户他们的情绪波动很大 现在股市是因为政策刺激而上涨但一旦政策效果减弱散户们就会纷纷抛售股票到时候市场又会陷入低迷 这就像2015年的股灾一样 短期的狂热最终会导致长期的痛苦 与其期待这次反弹能持久 不如更现实地面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HTTPS 六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